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像 我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 所以当上帝呼召我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所以我是一直到29岁的时候 才接受神的呼召 那这个呼召的经验 如果用讲的四五分钟我讲不完 大概要讲三个小时 所以我想说就跳过 好 就跳过 那2001年我从台南神学院毕业 我就被拆派到宜蘭东山 那其实我对东山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记得我拆派的时候 我们就跟我的孩子太太 把地图找出来 然后开始找东山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东山在哪里 你知道 好可以好 我就去找 喔 斜对角 因为我住在高雄 那牧师小会议长就打电话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什么时候来看一下你的教会 我说好 我那天开了大概七个小时的路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雪碎 所以我们到台北之后 我会从新店开始走山路绕绕绕绕绕绕 绕了九万十八拐 到了宜蘭这个地方 所以2001年我到了东山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不是没有人要去 但是是一个很比较偏乡 比较落后的 你知道大概十几年前没有偏乡的概念 我知道内地会在偏乡做事 但是平良心讲 在十五年前没有偏乡的概念 台湾所有的资源 就是往山上原住民的地方跑 没有偏乡的概念 那这几年我们感谢上帝 通过许多教会 在地方教会 特别在偏乡的努力 让我们的社会看见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 也真的看到很多的资源 开始会进入到偏乡里面去 那我到东山 我大概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不会走 我说我有两个理由没有走 第一个就是 脚弱了不可以走 所以没有办法走 那第二个就是我不会祷告 我不会祷告 跟说 我记得我到东山的时候 我不会祷告 我跟神说 我不会跟神说 神啊这不是我的工厂 请你把我拆开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能跟神说 我怎么那么笨 我现在想一想 我怎么那么笨 我跟神说神啊我可以做什么事 你告诉我 结果一做就是 到现在的十五年 要进入第十六年 那在这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在地方教会 我有一个最深的感触 我在想说 这个教会怎么做 所以其实 如果各位有机会 我比较希望你们去看 两部电影 这是大家很常常看过的 就是修你也疯狂 看过吗 如果你没有看过 我建议你回去看 它有上集跟下集 那这两部电影 其实对所谓的社区改造 到教会的责任 它有很深的描述 那我觉得我受了这两部影片 很深的影响 所以我就回来想说 今天我在这个教会 我要做什么事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都说要去抓鱼 对不对 耶稣是不是说 我们要得人如鱼 所以很多的书就告诉我们 去哪里抓鱼 去哪里钓鱼 要用鱼 喜欢吃的料 哪里可以钓到大鱼 但是在乡下 你怎么去找鱼 所以我后来 就一个概念 神叫我做 我就去做 所以我现在想到 神给我 这个不是叫钓鱼 我们叫做 挖鱼温养鱼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就说 我在做社区工作 在客服班的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做 我自己挖一个鱼温 我开始养自己的鱼 所以我从小鱼开始养它 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养养养养 像现在国中高中 我有一批高中的学生 像我们这几年的夏令营 几乎都是这群国高中生 他们在当小老师 可以去带动一百个 这些夏令营的学生 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还有今天 大概有六个的 我们的国高中生 现在在嘉义的梅山短线 下个礼拜 我们要到民雄的一个叫西口的地方 去短线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法 这些鱼吃我们的料 习惯这个水温 习惯这里的水质 所以我们可以跟它很亲近去教育它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概念开始养这群鱼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的好玩的事 比如说曾经我们有一个阿嬤 把孩子带到教会来 然后看一看又走了 校长就打电话跟我说 我今天有介绍一个阿嬤 带了两个孩子 孙子要去你的教会 有没有去 我说有看到他来没有进来 后来就这个孩子就 隔一天校长就去跟他谈 然后那个阿嬤真的进入教会 但是他不敢进入教会 他就在外面停着 让孩子进来 孩子进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在吃点心的时候 他明明流着口水 还跟你说我不饿 你知道吗 他明明看人家在吃都已经流口水 他还说我不饿我不饿我不想吃 后来我们才发现 他的阿嬤交代他 不能吃牧师的东西 因为牧师会下符咒 所以这个孩子到最后 会变成基督徒 所以很害怕他 那甚至呢 阿嬤也不敢进入到教会 所以当我们慢慢去 跟他建立关系之后 阿嬤开始 我们就故意嘛 他来载孩子 我们故意不把孩子叫出去 我们当作没看到他 他就在外面喊得很大声 没有人理他 他就至少走到教会的内墙 就喊一次 没有人理他 他就知道 到教会的里面喊说 某某某我们回家了 但是到现在 只要他能到教会 他就很主动的进入到教会里面 甚至会坐在教会里面 等他的孙子把功诺卸完再带回去 所以在乡下的宣教 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的辛苦 不是我们包括内地会 那我要分享的是说 当我们在说宣教这个区块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想几个挑战 我要给各位几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速食文化的挑战 快速的速 现在的宣教很少人愿意用很多的时间 我们都想一细就赶快把宣教完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扎根在一个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受了这种 我常说的速食文化的影响 第二个我们受了叫做成功神学的影响 成功神学 其实今天已经绑架了很多的教会 我平良心讲 我们在乡下 我们都看到很多人都希望往大教会跳 刚才我们的内地会的同工也提醒我们 不要到大教会 我不是说大教会不好 但是大教的资源很多 但是很多的偏乡 当一个牧师 一个师母 一个小团队在一个小教会耕耘的时候 他真的需要很多人的帮忙 很多人的鼓励 我在东山最大的感受就是 很多人愿意把他们的时间常常来 所以这两个文化 其实影响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宣教方向 我们不愿意扎根 我们要用快速的 我们希望我们得多次成功的 我知道你们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教会》 对不对 你知道它的宣教是成功吗 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次 你知道宣教是成功吗 特别是第一批的宣教士 他们是付畅生命代价 没有成功 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生命影响第二代 但我也想说在我们宣教里面 我们不要被成功神学绑架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宣教 成就的是谁 是神 绝对不是我们 绝对不是我们 我们只要很积极地站在自己的立场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所以在这两个挑战之后 我们就要有一个挑战 刚才那位有提到 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叫做福音移民 什么叫福音移民 很简单 就是当你可能大学毕业 你想要找工作 或是你是个老师 你想要找工作 你的第一志愿是在哪里 台北市 绿岛 蘭嶼 或是台东 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宣教的人 我真的鼓励你 可以把你的第一志愿 放到偏乡的地方 为了这个偏乡 你可以把自己 你如果是公职人员 如果你是 你是那个 可以做事的 你就尽量 跑到偏乡的地方的附近 去找你的工作 那可能一个人很辛苦 你可以多邀几个家庭 两个三个五个家庭 我们一起去帮一个教会 那就落实在那个教会 当这个教会被建立之后 你也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母会 或是回到你自己的 因为前几天我们有听到 当你要当宣教师的时候 你要被拆派 你要有拆会支持你 你要有外文的能力很强 问题是我一直觉得 语文这个能力是恩赐 有的人学一辈子学不起来 就像我 我不太会学 我明明到韩国一圈了 一个礼拜了 我回来 一开始记得的那些 什么 请安的话 我回到台湾 就全部忘记了 可能是我这个人 比较不希望欠人家人情 所以人家教我的 我回来就还给他 但是语言真的是有天分的 我自己觉得 数理我可以 语文我真的很大的缺陷 所以其实我从小也很羡慕宣教师 但是我后来破灭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的语言 语言能力不好 所以你的语言能力不好 你没有办法到外面拆会 但是你可以在台湾 选择一个偏乡的地方 然后去做类似这个工作 如果这还不行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为上帝当兵一年就好了 我的教会最近有一个 从德州休斯顿教会 68岁的阿公 他从教会长老退休 职场退休 他在我的教会服务一年 从9月到今年的7月10号 7月11号我载他到台北 然后他要去找亲戚 然后就要回美国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类似 为上帝当兵一年的这个概念 你可以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锁定一个地方 我愿意在那个地方 帮忙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当宣教的时候 我们真的希望有人 可以很稳定的 在一个地方去帮忙 不管是功课或是孩子的生活 或是这些态度身上 所以我在想说 当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被这个世代的价值所影响 我们常常会用撒种的比喻 对不对 撒种的比喻 在告诉自己 我们要去撒种 我们要撒在 我们要成为那个撒种 我不知道我们是 自己当成你是撒种的人 或是你是那个种子 你一直觉得你是种子 或是撒种的人 有没有想过 你是撒种的人 或是你那个种子 上帝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不知道到底他在讲 他是撒种或是讲 他是种子 不过我常常想 如果我是一个撒种的人 圣经说撒在哪里 撒在台语就是气培 荆棘 然后呢 石头 撒在路旁 撒在好的田地 如果你是撒种的人 请你记得 你要撒在哪个地方 你要撒在好土地 对不对 你是那个撒种的人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工人随便 就是他不懂的种子的特性 知道吗 对不对 如果他不是随便 主人叫他去撒种 拿着就随便撒一撒 回家了 我撒完了 要不然就是他根本不懂 这个种子应该撒在哪个地方 我们都是撒种的人 我们也希望 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把我们的种子 撒在哪个地方 那就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祷告好吗 上帝求你 释给过去宣教师的那些呼召的灵 今天也感动说我们的每个人 十倍一百倍 绝出求你 当你的呼召 临到这些孩子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也愿意站在你面前说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奉一苏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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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